哈喽今天是2022年1月25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我是陈薇 昨天盘后呢 美国老牌的科技公司IBM是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那和上次财报公布后的股价跳空暴跌不同的是 这次的财报给股价带来了较强的支撑 因为季度收入创造了10年来最大的增幅 在紧张的大环境下给这家公司带来了难得的利好 同时呢也给技术面上带来了积极的转变 那这是否就意味着IBM这家老牌的科技公司 有望通过资源整合走出去年6月份以来的下行趋势呢 我们一起结合财报来看一下 在截止12月31日的第四季度中 IBM是完成了一个double bit 那收入和盈利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其中第四季度的收入是达到了167亿美元 不仅高于华尔街预期的160亿美元 同时呢增长了6.5% 创造了10年来最大的增幅 而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相比2020年第四季度 剔除了基础架构管理服务业务的收入表现 得出的结果 而在2021年的11月初呢 IBM就完成了拆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次财报中 IBM现有的各个业务板块的收入增长中呢 都有拆分Kindrill带来的收入 因此呢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呢 还有待观察 不能过于的乐观 那既然分家已经完成了 这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传统业务之后 轻装上阵的IBM有望走出股价的下行趋势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看一看 Kindrill的拆分如何影响到IBM的基本面 以及呢剩余的业务是否能够帮助蓝色巨人 焕发出值得长期投资的魅力 2021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呢 IBM报告的收入是541亿美元 其中Kindrill所包含的业务就贡献了141亿美元 虽然说占比是不小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部分的收入增长 其实一直在拖着他们的后腿 2021年的前9个月的140亿美元 相比2020年前9个月的144亿美元 还有所下降 另外就是Kindrill所包含的业务 几乎都是没有盈利的 因此拆分掉这部分 虽然有着庞大稳定客户群体 但是呢在收入增长和盈利两方面 都在拖后腿的传统业务呢 至少从账面上来看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在剥离了Kindrill的业务之后 现在蓝色巨人留下的 基本上都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信心 和具备吸引力的业务 那从最新财报的业务板块来看 相较第三季度的五个业务部门 第四季度配合Kindrill的拆分 IBM是精简了业务板块 至四个部门 包括了云应用和交易处理平台的 云和认知软件业务呢 本季度被改名为软件业务 那收入达到了72.7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8.2% 这也是拆分之后 IBM发展的核心业务部门 那相比第三季度调整后的 2.5%的增长 出现了进一步的加速增长 那第二个部门就是包括了顾问 应用管理和全球业务流程服务在内的全球企业服务部门 改名为咨询业务 收入是47.5亿美元 增长了13% 而第三个包括了基础设施和云服务 以及技术支持服务在内的全球技术服务部门呢 收入是44.1亿美元 下降了0.3% 而第四个全球融资部门呢 是收入了2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29.4% 那另一方面啊 正式完成了拆分之后 IBM还能给投资者在今年这种大环境下带来一个好处 那就是他们有着高股息的收益 2021年中呢 IBM提供了超过5%的股息收益 而预计今年还将提供超过5%的股息收益 那这样的一个股息收益率呢 已经是很高了 而且虽然说完成了拆分 但是绝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还是得到了保留 这也就增加了 他们能够稳定提供股息分红的能力 那这在今年的这种环境下 就会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那从更具体的业务数据来看 IBM的混合云收入是增长了16% 达到了62亿美元 其中2019年收购的开源云软件商Red Hat 他们的销售额是在第四季度中增长了19% 那IBM正在寻求通过提供混合模式的云服务 使自己能够在云计算领域 与那些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区分开来 这种模式将能够协助客户在企业内部的基础设施 私有云服务和公共云服务之间进行存储和计算数据 混合云架构就意味着 IBM可以为客户提供公共云和私有云 这就给公司客户带来了一种额外的网络安全的体验 所以结合财报中展现出来的数据表现 确实可以看出 IBM的长期未来基本面发展还是值得期待的 估值方面 IBM的远期市盈率依然只有12倍多一点 市销率则低至了1.57倍 表面数据上来看确实是很低的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市盈增长率 也就是PEG来看就有一些不同了 因为他们的PEG是达到了2.44 这个水平其实是不算低的 仅比英伟达和特斯拉这些高增长公司稍微低一点 比很多的其他的高增长公司 甚至是一些科技巨头公司都要高 这就意味着IBM的隐秘能力的增长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才能更好的去合理化他们的估值 否则呢 这只股票依然会存在杀估值的风险 不过好在啊 由于拆分掉了传统的业务 他们的收入增长前景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现在的合理估值依然有200美元的样子 而12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呢 现在是147.13美元 因此结合估值中更深层次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发现 估值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 不过未来的增长空间呢 还算是比较充分的 但是短期内依然要小心估值风险带来的挑战 技术面看的话 受到财报的支撑 股价终于是暂时守住了100日的均线 但上方呢 还有200日均线这个重要的考验 本月上旬的时候 他们的股价未能真正齐稳在这条均线上方 那这次我们就要看一看 财报之后的利好发酵 能不能帮助他们有效的突破200日均线 因为呢 现在来看 只有突破这里 才能至少从情绪面上 给股价带来一定的支撑力 并为真正突破 已经维持了半年多的下行趋势呢 做好准备 所以呢 感兴趣的投资者 可以关注一下近期这条200日均线的突破情况 那明天的经济数据方面呢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新屋销售 还有就是美国能源信息署 也就是EIA即将公布的官方的原油库存报告 那这份报告对近期能源价格 以及能源股能不能延续涨势呢 都有着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 另外呢 明天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毫无疑问呢 还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 相信这次的政策会议上面呢 他们很难直接就开始加息 但是呢 肯定会给市场透露出更多的预防信息 也就是说他们会释放出更多的信号 让市场去更好的消化三月份的加息可能性 一方面呢 就是可能会帮助敲定三月份的加息 另一方面呢 就是可能会透露出三月份到底会加息多少个基点 那这些呢 对于现在的市场投资情绪 尤其现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的投资走向呢 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指引效果 所以呢 明天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肯定会引起市场出现很大的行情 那我们一定要小心了 另外呢 明天也可以同时关注一下加拿大央行的利率决议 因为之前有消息指出 加拿大央行可能会提前与美联储加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明天加拿大央行是否会有一些意外之举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也有多份重磅的财报 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其中又包括了像波音公司 AT&T 亚培 特斯拉 英特尔 范林半导体 也就是Lam Research 还有就是Landing Club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火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火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有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赏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